新闻同样是有关艺术方面的资讯 全国著名的五赌游偶剧团 在文化局的争取之下 进驻宜兰三个星期 除了三场正式演出之外 还有戏偶教学研习 提升宜兰的戏剧文化 随后文化局长也打扮成花精灵 热闹迎接剧团的到来 希望透过教学观摩及节目欣赏 从小就要演出资议 比宜兰市要打造儿童的梦图 而且要有艺术家的天堂的一种期待 所以这些表演艺术家 能够把这个专业的偶戏带到宜兰来 希望能够对宜兰的儿童或青少年的表演艺术 或者是偶戏能够有人才培育的效果 戏剧团进驻了三个星期 将安排稀友参观及互动教学 甚至还在9月22号23号有三场正式的演出 欢迎民众购票欣赏 这个计划就是希望英文团队 能够真正进驻到地方 然后跟地方的人深刻 五地深刻的交流 然后虽然是出演出之外 我们才会有偶戏展 有陆游厚城零十三年来的大小戏 我们会来展览 然后还有我们的剧场导览 然后展览的导览 然后跟小朋友教育场的互动温达 然后也有一班民众场收藏演出 然后也会有教室的工作包 所以是一个蛮深入的活动 宜兰秀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